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声火飞腾 当掌背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很多时总会加一句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的确 长辈的人生阅历比我们丰富 有时真的是听君一直说 声读十年书 今天我们就有机会 是声读十年书 全叔就是我们今集的嘉宾 他今年已经七十一岁 五十年代参加过解放军的文工团 来到香港之后 踏足电影界 可惜一直发展都不算顺利 不过这位声约红中的全叔 今天就开始了他精彩的马列 我未分享之前 我都要先唱四句赞美诗 人家外国都唱刘三姐的三歌 我为什么不可以用刘三姐的三歌 改编个歌词呢 我是开心路人家 我和分享的时候 一会唱歌 一会分享信息 一会把圣经的怀疑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就觉得自己很开心 解放军民工团 是中国共产党专绩演艺创作的单位 负责巡回内地演出 和出访外国交流 全叔是十七岁 就加入北京总政治部文工团 他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 同时也慢慢改变 我们潮州人很迷信 看到一棵很大很大的树 就说是树精 看到路边有个奇形跪撞的石头 大家都去中央拜计 在民工团十三年 接受了共产党的武术力教育 就什么都不信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自己有点小聪明 就被民工团的领导 作为重点追赔的对象 那时候 跳舞 领舞 绿舞 舞企是做主角 代表了中央军委 去到全国为民演出 到处受欢迎 1960年就跟着周恩雷总理 就去了缅甸 去友好访问 1965年的时候 就去了前苏联和罗曼尼亚 这些国家去进行访问 当时我们觉得自己很风光 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 全叔的舞台生涯被迫终止 十年文革结束之后 去移居香港和父母团聚 虽然当时已经41岁 但依然希望继续自己的演艺事业 金雄当时拍一部《金枝玉眼》 就是凌波和张艺佳主演 金雄给了我机会帮他写剧本 邀请我去台湾 帮他做副导演 因为古葬戏过去台湾拍 但当时我刚从大陆出来 还未够一年 台湾当局不让我入境 人去不到台湾 副导演做不成 连编剧也掛不到我的名字 所以我觉得编剧没什么发展 到了1988年 又有另一个机会来了 就是要去广州拍一部 神工族自编自导自演 但这部电影由于低成本 小制作没有卡市 香港想不到电影 所以这部电影也是这样 不算了 但我这个人有股熟牛的牛脾气 就觉得还是不服输 我还要去胆打独斗 又去拼到底 旅败旅战 全宿再转工电影发行 但外于资金不足 一直只有艰苦经营 由于一向二致当头 最后更不幸夜上官非 在电影的时候 人士比较复杂 有很多有背景的人 2002年的时候 因为抢出头 去帮朋友 收那条片筹 结果自己又不够力 就去找那些有背景 有力的人士来帮忙 当时以为工户人物 当然是牙齿当监洗 结果就所托非人 欠制的人 钱全部都给了 我应得的部分 就只有少少 我就去找他 那时候他发难诈 告我打人 嘔打凶人 和监管 那时候我没有钱 请律师 结果判施败 就判了两年 我就觉得 我这小时 从未打过人 觉得自己很委屈 很无奋气 觉得这个天下无功力 全叔被判入罗湖情教所 年月六旬才开始牢獄生涯 仇恨充斥着他思想的每一个角落 是 整天在监房里面 真是想到 如何出来的时候 有报告 他令我街望顏色 我一定要叫他街点不离 我为何六十五岁 人家坐牢 这么老 出来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前面条路怎么走下去 觉得可能会去摸天条带 或者去黑城 所以越南觉得的人 越灰 对着天 说 如果天上真的有真神 就求你来帮助我 几天之后 有人来探访全叔 起初他一度拒绝 不过想到对方长途拔线 始终不好意思推强 我现在坐牢 那个母厅的说话 在世俗人的眼中 是被人厌弃的 为什么有人此名道姓 要来探访我呢 就去接受探访 我就很恶言 想不到是我所熟悉的人 就是我太太的表弟 我以前知道他是一位基督徒 他很有爱心 我对他很有好感 所以当时我在困境之中 他来探访我 我真的很开心 很感动 很小时我也知道有耶稣 但是我觉得他是外国人 而且他都被人叮写十字架 自己都很惨 很失败 现在我就觉得 他所教导出来的人都挺好 有爱心 肯帮人 所以当时就好像被他吸引了 就很想参加基督教的活动 无论是欲中的崇拜或茶经班 全宋每星期都积极参与 他甚至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将整本圣经读完 从世纪说到神創造天地 神说要光就有光 说有什么就有什么 我说圣经好像天荒夜谭 但是后来看下去我经历到神 经历到你去亲近祂的时候 祂真的令你改变 耶稣说过祂就是真理道路生命 这个说话我以前 只是在一个理论上 也不知道是否 当你去领受的时候 那时候觉得山外有一种喜乐 所以整天笑口常去 做人觉得前面不太黑暗 好多 全宋由屈不不欢 变成笑容满面 甚至可以说是 监房里面最快乐的囚友 在参与信仰聚会的时候 更经常发挥自己的演艺创意 因为囚友在里面很苦悶 当时我听他们在里面唱 什么 《狮子山下》 《南娱当志强》 个个都很喜欢唱 那我就说 把这些歌词改一改 好歌献给你 就改变成好歌献给主 耶稣在心里 我用把狮子生下 就改变成铁枪之中 我们大家在铁枪之中 相遇上 即是说 大家互相有一个激励 互相有一个支持 度过这个难关 所以大家 个个喜欢唱 个都会唱 个个愈唱愈开心 参加的人数 就越来越多 04年 全叔迎满出狱 两年铁枪生涯 仿佛是他人生的一场洗礼 他不单止解除了 吃烟讲初口的漏集 还愿意抛开过他一切的恩怨 在未信耶稣之前 我是常常想报仇的 常常想找害我坐牢的人 就一定要不放过他 我读了圣经之后 我觉得有两个字 对我很有触动 宽恕 我以前攻击神 说信耶稣的人是傻子 但是耶稣都爱我 当我求高神的时候 他都派人来拯救我 所以我也应该 好像耶稣的教导 应该宽恕 有一次和太太在街上的时候 看到那个人 很想他就执着他的胸口 喂 你搞到我这样 突然想不到 又听神的说话 就可以得到平安 所以我到时 差点看不到 刺刺薄 面对民族七星而过 一场危机 就因为神的怀疑 就转变成平安 全叔今年已经七十一岁 不过他不单止退而不休 还满身干净 一心希望服侍教会 于是跟朋友学习陆像制作 以前是舞台表演 后来在香港电影圈 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一个神经 很恩赐 用音像来示范 可以广传福音 因为剪接演讲 全是英文 我英文 只懂得以二十六个字母 要教导他 只要说 这个 我们剪的时候 这个效果 是第几行 第几个 你记住 我感觉他对我的工作非常热识 他做了拐汗 搭小汗 你还不去帮忙 这个是鼓励 对我的侍奉更加努力 同情 四位有机会去爬 屯门教会 我会当作去爬 争取机会去学习侍奉 所以 七十岁老人家 还有爬坡 爬上爬落 就是都 有神 这个恩高 就越做越开心 我猜不到 年老的时候 就胜过孝生那种事 就是补刀尾佬 无论是拍摄 讲见证 或探行长者 全叔都走到哪儿 笑到哪儿 这位开心老人拥有的 是一个充实又满足的晚年 我最开心 就是人家叫我开心老人 因为从我 这个过去不开心的人 变成开心 就看到神的组维 他很鬼马 他又扮演 那个三个 那个南高 意大利南高音 他又学 他不懂唱 连一轮来 哄我开心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不听老人言 就弃盔在眼前 这个是世俗人说的 但是我现在呢 我就觉得应该 改一改 若听老人言 梦幅就在眼前 人生啊 不如意 十上八九 每个人 都要经历一下 痛楚 受困 病痛 无意的事 不重要 你不要扣自己 也不用忆虑其他人 因为扣自己 我扣了几十年 都是不行 扣谁呢 扣真的神 我的经历就是 你达出第一步 神做好 欢迎你 而且去帮助你 全叔真是一位 很特别的老人家 说话够忠气 又有活力 还很风趣和幽默 看起来 他比他实际的年龄 年轻很多 怪不得 他周围去和人分享的时候 最喜欢人 称呼自己 做开心老人 其实 全叔从内地 到香港的奋斗经历 可能是很多老一代 香港人的写照 当初他想着自己 多才多艺 凭着一双手 必定会闯出一番事业 可惜 时不与我 多番挫折 加上被判入獄 令全叔不能够不承认 很多事情 自己一双手 未必做得到 其实 人和耶稣之间 最大的左隔 往往就是 人很自我 像全叔那样 有文化 又有才华 而且已经为人长辈 要请耶稣来 做自己人生的主宰 的确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 现在我们看到的全叔 这位开心老人 就知道 他对自己 跟随耶稣这个决定 绝对没有后悔 全叔说 若听老人言 蒙福在眼前 今天他愿意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 是为了让更多人 得到认识耶稣的福气 所以 我邀请你 和当日全叔一样 作出一个改变你一生的决定 现在你可以合起来 跟着我 和耶稣聊聊天 亲爱耶稣 我的人生 过去都有很多高高低低 有得罪人的 有自己被人得罪的 但你教我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因此我现在打开我的心 请你进入来 做我生命的救主 让我走一条 不再一样的人生路 可以去爱别人 勇敢面对前路 多谢你爱我 主耶稣 看完全叔的故事 或者你都有一些心事 想和我们分享 欢迎你现在 立即打来CBN热线 号码是3188-3803 任何事 任何疑难 我们都很乐意聆听你 帮助你 至于刚才有跟我们 和耶稣聊天的朋友 我们更准备了 《星火飞腾》第三集 VCD送给你 一集三个故事 还加插了普通话对白 希望你立即打电话来 和我们分享你的喜悦 我们曾经说过 为人祷告是关心的行动 所以我们很愿意 为你一齐同心向耶稣祷告 给你信仰上的支持 你可以打电话来 或者是点击上我们的网站 将你的需要和我们分享 祝我们我们的朋友 同时可以用手机短讯 和我们联络 号码是131-438-95508 京威野和话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姓者便是聪明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